史上最荒淫无耻的皇帝,睡遍大臣妻女都不算,而媳妇都不放过,宫女不堪其辱,纷纷自杀。 你绝对猜不到。 古代那些皇帝们,荒淫无耻到了何等地步,比如,有与妹妹通奸的齐乡公,有娶了准儿媳的魏宣公,有霸占弟媳的唐太宗,有娶了后妈的唐高宗,有命儿媳们陪睡的梁太祖,等等等等,简直前父后继,不义而足,他们的荒唐行径竟然连自己的后妈而媳妇都不放过。 别以为只有现代的八卦才热闹,古代的皇宫可是一片乱象,跟我来揭开这些历史上的惊人秘密,看看这些皇帝们到底是怎么了? 废话不多说,快来看看这些史上皇帝的劲爆一幕,笑谈古今故事,闲话传奇生涯,欢迎订阅小豆之历史。 朱温曾经参加过王先知,皇朝领导的农民企,义军,不过后来却归顺了唐军,调过头来联合里克用阵,压义军,后来因阵,压有功,被唐西宗赐名,权忠,升任河南中行营招讨赴使,转年又进封为梁王,逐渐成为唐末最大的割据势力,随着朱温帅大军进入关中,逐渐控制了唐王朝的中央政,权,野心也开始膨胀起来。 他先是于天佑元年,即公元904年,杀死唐昭宗,改立昭宗的儿子李柱为帝,即唐哀帝,又于天佑四年,即公元907年逼,破唐哀帝禅让,代唐称帝,从此建国浩梁,建独开封,史称厚梁,登基之后的朱温将名字改为朱黄,意为如日之光,虽然他已经将唐哀帝废为己阴王,并迁到曹州,也就是今天的金山东曹县囚建了起来。 但是未防止出现意外,还是在转年杀了年仅17岁的唐哀帝,其实,在朱温为称帝之前,还是很有作为的,这主要得益于他娶了一个叫张慧的女子,张慧不但温柔贤惠,而且质谋过人。 朱温对他的话可谓是言听计从,举个例子,有时候,朱温已经率军出发有一段时间了,但是只要张慧派人追上他,说战绩不对,请他回师,朱温二话不说,立刻就往回赶,整个就是一个七管言。 然而,非常可惜的是,张慧死得早,没有看到朱温称帝那一天,张慧一死,这天下就再也没有人能够管束朱温了,没有了约束,朱温便本性爆发,开始放胆纵情声色,过起了荒,淫无道的生活。 对于美色,朱温可谓是来者不惧,多多一善,宫里的嫔妃侍女玩腻了,就打起了大臣妻妾的主意。 曾经有一次,朱温兵败之后,住到了大臣张慧一家里避暑,待了大概十几天吧,但是,就在这十几天之中,却把张家上下所有的女人全都宠幸了个遍,甚至连张慧一已经年过半百的忌妻处事都未能幸免于难。 为了这件事,张泉义的儿子差点拿着刀去找朱温拼命,最后好说歹说,算是被他老,子张泉义给劝住了。 不得不说,张泉义的人工真是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了,而朱温的慌,淫程度也由此可见一斑,不过,要是以为这样就完了,那可太小瞧朱温了,他的慌,淫本性只有你想不到,没有他做不到的。 很多人都知道,有个词叫爬灰,说的是公共和儿媳妇之间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,而朱温就是个爬灰的高手,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,朱温的那些儿子,不但不怨恨他,为了争宠,以图继承皇位,还争先恐后地把妻子送到他的床上,经常是儿子带兵外出打仗。 而媳妇就被诏入宫中,名为是病,实则是寝,而为了能让老公坐上皇位,这些儿媳也是尽力逢迎,用尽手段哄朱温开心,为此没少争风吃醋。 话说朱温本来非常宠爱二儿子朱有闺的妻子张氏,但是后来却迷上了养子朱有闻的妻子王氏,这个王氏不但是个天生有物,妹,公更是了得,简直让朱温爱不释手,再加上本来就看好朱有闻,很爽快地就答应他把皇位传给朱有闻的请求。 有一天,朱温自赶不久于人世,就把王氏叫到床前,让他通知朱有闻来见他,以便委托身后事,王氏听了自然喜出望外,立即收拾行李,准备转天启程去找朱有闻,没想到。 这件事,被一支派人密切关注朱温行动的张氏知道了,赶紧告诉给了自己的老公朱有闺,并劝他先采取行动,听到这个消息,朱有闺坐不住了。 急忙跑到左龙虎军营,去找自己的心腹禁军统军韩清求助,之后,韩清波给朱有闺五百士兵连夜杀入宫中,病重在床的朱温万,没想到自己的儿子会在这个时候发动了症,便气得大骂逆子,你胆敢是父,老天有眼,绝不会放过你的。 不过,虽然朱温曾经是一头世人不吐骨头的老虎,但现在却成了一只任人宰割的病虎,朱温的话音刚落,就被朱有闺的随从冯廷恶一刀刺入腹中,结束了荒,淫残,暴得一生,杀死朱温之后,朱有闺先是命人用被褥将朱温的尸体裹住,塞到床底下,密不发丧。 接着,又让人带了一份伪诏命,君王朱有贞诛杀了朱有闻,而还没来得及启程的朱有闻妻子王氏,也被朱有闺派人给杀了。 金费帝海灵阳王汉明完颜亮,在位期间,不但扩大皇帝权威,甚至于滥用权力,诛杀宗氏和大臣,海灵王不但杀宗氏大臣,而且还把他的嫡母徒善士也杀了。 完颜亮荒淫耗色,曾对大臣高怀珍说他的三大志向,吾有三志,国家大事,借我所出,一也,率师法远。 执其君长而问罪于前,二也,无论亲疏,尽得天下角色而欺之,三也,海灵王即位后尽得天下角色而欺之的宏大志向被他践行得淋漓尽致,美人被源源不断地送入后宫, 后来还将所诛杀逆党的妻,女也收入后宫,以供淫乐,好多大臣,妃子都来劝阻,海灵王一意孤行,全然不听,他对大臣们说,朕的后代还不够多,这些妇女中有朕的亲戚,把她们纳入宫中怎么样? 大臣回答道,最近大沙宗室,朝廷内外议论纷纷,为什么还要做这种事情呢?可是完颜亮不达目的绝不罢休,大臣们也只好同意,皇后对她来说过于正统,淫乐过以后再也激不起情欲, 于是皇后被冷落,后宫的美人们便在海灵王的荒淫放纵中被百般地蹂躏和淫乐,海灵王在宫禁中淫乐美人时,花样百出,别出心才,宫中众多美人仍不能遂她心愿,海灵王就开始另谋女子,不管是幼女还是有夫之妇, 只要她有意,便必须遂愿,招飞阿里虎,先后嫁过两个男人,海灵王闻其方明以后,立即召入后宫,彻夜淫乐,阿里虎出嫁阿蝴蝶,生女仲杰,仲杰有羞花碧月之莽,海灵王禁不住内心的骚动,跟她在起淫乱,阿里虎知道后,极为震怒,掌机仲杰,惹得完颜亮非常不高兴, 崇义军节度使乌代的妻子唐阔定哥美貌出名,早年曾与完颜亮有私情,完颜亮通过势必给定哥带话,自古天子就有两个皇后的,能把你的丈夫杀掉跟着我吗?定哥不允,完颜亮知道后,派人对定哥说,你不忍心干掉你的丈夫,我将足灭你们全家,但定哥仍然不为所动,后,欺负乌代被一杀, 乌代下葬后不久,他就迫不及待地纳定哥为娘子,入宫后,定哥得宠,很快进封为贵妃,海灵王和他昼夜宣吟玩乐,不久,海灵王移情,定哥便被冷落,定哥无可奈何,寂寞难熬,又不能强迫海灵王和他行乐,定哥熬持不住,就和仆奴通奸,监视很快被海灵王发现,海灵王哪里能容忍宠幸的贵妃和家奴私通,于是,定哥和私奴,被藏过来, 库的处子,丽妃是哥是定哥的妹妹,秘书坚文的妻子,海灵王见他姿色秀美,早已想把他纳到宫中,他对文的母亲暗都瓜说道,你一定要修掉你的儿媳妇,否则的话,我会采取别的行动。 暗都瓜对儿子叹息道,陛下说要采取别的行动,就是要杀你,怎能因为一个妻子而招致杀身之祸呢? 文夫妻儿人拥抱在一起,痛哭而别,完颜量如愿以偿,但仍不满足,他把文昭入宫,让十哥当着他的面,用慧与戏血其前夫,他在一边笑乐。 海灵王看上了太祖长公主乌鲁的士比忽踏,便找个理由,杀死了公主乌鲁及其夫,封士比忽踏魏国夫人,百般寻乐,后来又发现,叔父曹国王宗敏的妃子阿兰很漂亮,便杀了叔父宗敏,霸占了小叔母阿兰,海灵王迎过阿兰,就封阿兰为朝妃,尝试后宫,海灵王对姐姐的女儿也有色心,他竟然毫不隐晦,直接告诉太后, 想把外甥女召入后宫,纳为嫔妃,太后坚决反对,但海灵王根本不管,直接派人把她送上她的龙床,基本上妃子家的女眷有进宫的,只要稍有姿色,遇上海灵王,直接被逼淫,海灵王在位十二年,为人残暴狂涝,杀人无数,淫恶不堪。 然而,在此同时,完颜亮也历经图治,鼓励农业,整顿力政,并大力推广汉化,迁都燕京,进一步巩固了金王朝北方的统治。 但是,大家都知道,刘邦是个传奇人物,建立了汉朝,但你知道吗?他的儿子刘盈,竟然跟自己的后妈吕智搞伤了。 是的,没错,这位大汉皇帝的儿子,竟然跟后妈有一腿。 听说这事传出去后,整个朝野都沸腾了,谁能想到,这位英雄竟然有这么不光彩的一面呢,想想都觉得古人生活也挺精彩啊。 汉县帝刘邪虽然是位文弱皇帝,但也有他的传奇一面,听说他喜欢的不仅是美女,还有他自己的儿媳妇。 是的,没错,汉县帝竟然跟自己儿子的妻子搞在了一起。 这一幕,简直就是古代版的人类动物园,让人惊叹不已。 想必这段庆家之恋也是当时朝野议论的焦点吧? 李世民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杰出皇帝,留下了许多令人敬佩的业绩,但是,他也有着让人大跌眼镜的一面。 据说,李世民为了满足自己的荒淫欲望,竟然勾搭上了自己的继母。 这不仅是对家庭伦理的亵渎,更是对皇帝尊严的严重践踏。 这些乱伦门,事件传遍天下,让人们对皇权的信任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。 宋徽宗作为一个文人皇帝,他的情史更是千奇百怪。 据说,他不仅对美女情有独钟,甚至连自己的儿媳妇也不放过。 这种对家庭伦理的践踏,让人们对皇帝的形象产生了极大的质疑。 难怪有人说,宋朝的皇帝们荒淫无耻到了极点。 高阳是北朝齐国的开国皇帝,称帝前,他任北魏的票级大将军, 遇事冷静,办事干练,在东魏面临数次危机中,处遍不惊,立下大功。 后来,高阳自立为皇帝,国好奇,但当了皇帝后,高阳的表现却来了个180度大转变, 戒酒纵欢,彻夜无度,纵欲的方式异常奇特。 他喜欢在刺骨的冬天脱掉衣服,在京城的大街上裸奔。 他将很多年轻漂亮的女孩抓到宫里,供自己和大臣们一起享用,作为皇帝。 他经常随意闯进手下大臣的府上,看到哪家的妻子或女儿漂亮,就强行奸淫。 高阳好美女,也好美酒,常常喝得鸣鼎大醉,醉了就杀人,而且杀了人以后还不过瘾。 有一次,他最后将自己一个的喜欢的妃子杀掉,把他的身体肢解,把他的骨头做成琵琶,然后摇头晃脑地拿着舞衣弹奏。 不过,高阳这个不要脸的皇帝,因为纵欲过度,自体透支,做皇帝没超过十年就死了。 年仅三十四岁,蔡东藩在他的南北史通俗演义中评价这位高皇帝道,骑兵败父,高阳乃不皇抱怨,但沉眠酒色,心意土木,任意淫争,逞情杀戮,一劫,诚,成有过之无不及者。 对高阳的猎行简直痛心疾首,这些古代皇帝的荒唐行径,让我们深感震惊和愤慨,在他们的统治下,国家政治腐败,社会风气败坏,人民生活陷入困境。 然而,历史也告诉我们,没有人能逃脱正义的审判,这些荒淫无耻的皇帝,最终都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耻辱的一笔。